Luci 最近看到好多人去日本玩 然后打卡吃甜点 水果千层蛋糕 萌布朗 最后再带一盒长崎蛋糕 圣巴桥 或者Tokyo Banana回来 看起来超好吃的 好想去日本吃甜点啊 没错 就连日本观光局 也自称日本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甜点天堂 不过日本的甜点能够那么兴盛 其实和台湾有关 像是日本明治巧克力的故乡 竟然就在台湾呢 诶 为什么啊 以为你搜寻并整理如下 包括 一 日本人觉得吃甜食可以变强壮 二 日本人在台湾发展糖业 明治巧克力的起源 三 蛀牙也要吃 日本点心业好兴盛 日本人觉得吃甜食可以变强壮 再回答 为什么日本人会来台湾发展点心业之前 我们先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 先来认识日本人产糖的历史 以及对于甜食的喜爱 日本国内最早的产糖基地 在九州和四国 在四国有一种和三盆糖 它的色泽淡黄 口感细致 从江户时代开始 就已经是高级和果子的原料 日本除了国内的糖业生产 南方琉球王国的黑糖 对他们来说 也是重要的糖的来源 到了明治维西时代 日本兼并了琉球王国为冲绳县 冲绳黑糖自然地成为日本的产物 日本人爱吃甜食 但有很长一段时间 日本国内糖的产量并不充足 尤其日本人开始向世界各国学习科学知识后 他们产生了一个神奇的认知是 糖可以提供热量 强健体魄 一个国家糖吃得越多越文明 所以当他们发现 日本的平均砂糖消费量 比不上欧美各个国家时 不禁产生了危机意识 蛤 强壮什么的 我们日本不就输了吗 这样可不行 为了解决日本人缺糖的状况 于是日本政府得想办法提升国内的产糖量 他们起初参考了欧洲的例子 试着在北海道种植甜菜来制糖 可惜的是 即便聘请了德国的专家 甚至派留学生到海外学习技术 北海道的甜菜产量却让人失望 更不用说要拿甜菜来制成砂糖了 不过就在1895年 日本得到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 台湾 而这个炎热的南方小岛 成了日本发展糖业的一大转机 也是在这里促成了著名点心品牌 明智的诞生 日本人在台湾发展糖业 气候湿润的台湾 非常适合种甘蔗 从和制时期开始 台湾就已经会用甘蔗制糖 到了清国统治后期 砂糖还和茶叶与樟脑 一起成为了出口的三宝 而17世纪的日本 已经透过荷兰人从台湾进口糖 到了清国统治时期 台湾糖更是日本最大的进口糖源 盛产这糖的台湾 郑重了日本人对糖的渴求 如今得到了台湾 那更要好好利用一番 为了要增加台湾的制糖量 并向其他制糖大国看齐 民政长官后腾新平 找来了后来人称 台湾糖业之父的新度户稻造 新度户稻造是著名的农学专家 曾在美国和德国留学 他在受邀来到台湾调查后 发布了糖业改良意见书 提出了要从爪哇引进新品种甘蔗 要培育相关人才 并吸引企业来台投资糖业等等 另外在新度户稻造建议下 总督府也新建了新式机械化糖厂 以此取代早年一颗人粒或牛粒 压榨甘蔗来制糖的方式 制糖工厂之所以可以有稳定的甘蔗原料 是因为总督府限制农民 只能把甘蔗交给指定的制糖会社 偏偏会社的购买价格太低 产量又不公正 你可能有听过一句台湾俗言 第一说 敬甘假后会下膨 就是用来形容日治时期 台湾这农遭受的待遇 总之 新式糖厂的建立 稳定了砂糖的供应 进而带动了相关产业 像是促成了明治的诞生 是明治巧克力的那个明治吗 是的 1906年 专长是制糖的香马半治 建立了台湾第一个现代化制糖工厂 并成立大正制国诸事会社 它的几间点心公司 后来合并成了明治制国诸事会社 这个明治制国的产品多元 从乳制品 汽水到牛奶糖 再到我们熟悉的明治巧克力 所以说明治巧克力的出现 其实可以追溯回台湾的糖液呢 不过虽然大家爱吃甜食 台湾又能供应砂糖 看起来日本人的糖液美梦就要实现 但我们都知道 甜点其实不太健康啊 日本人当然也发现了这件事 咒牙也要吃 日本点心液好兴盛 当时的医生和知识分子注意到 糖的营养价值不高 吃太多不只对强健体魄没有帮助 一味的宠溺孩子给他们巧克力 牛奶糖等甜点吃 还可能容易造成蛀牙 可是这些呼吁并没有改变20世纪开始 日本人爱吃甜点的心 大多数的人还是把吃糖 视为一种高尚卫生的生活方式 而象征现代的巧克力 牛奶糖等洋果子 在花俏广告以及名人加持下 成为受欢迎的商品 到了今天 台湾已经不是主要供应砂糖给日本的地方 但靠着自产以及澳洲和泰国等地的砂糖 点心液依旧在日本蓬勃发展 不只是在甜点店 就连在日本便利商店、药局、超市 都能买到点心 其中你能买到的明治巧克力的选项 更是五花八门 点心也成为观光客的购物首选 根据日本果子协会的报道 来日本的观光客 约有6成会买点心作为伴首领 下次当你有机会吃到来自日本的甜点时 或许也能在甜蜜的滋味中 想起日治时期、台湾糖业的发展 以及日本与台湾的爱恨情仇喔 你是吃甜食就会换了一个味的点心爱好者吗? 留言和我们分享你最爱的一项日本点心吧 本次的问答到这里已播放完毕 如果想更了解台湾糖业以及日本点心 欢迎到故事Story Studio网站 就能看到完整的文章介绍喔 也别忘了每周日晚上8点固定到台湾爸频道收看 嘿!Lucy请回答喔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